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为了要写速度快一点 所以我有些地方会用简写的 那慢慢的各位就慢慢熟悉我简写的方式 OK 这是Coordinate 这是System 那我就将后面一些字导把它省略掉 好 那我们现在要从一个比较宏观的方式来看 当然我们会介绍什么 助坐标 就是直角坐标系统 这大家都会的 急坐标 助坐标 还有球坐标这三个 听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OK 但这里面会牵涉到一些基本的运算 为了要避免大家在我讲到的时候 因为有一点生疏或者是才刚刚听到就很害怕 导致你学习上面有所障碍 所以我们要稍微的介绍一下 那一般坐标系统它都有几个很简单的基本要求 第一个 你就是每一个坐标当中要互相垂直 OK 我们称之为正交 假设不互相垂直 那就很麻烦了 比如说我的投影 投影在你身上却有一定的长度 那这个时候我如何将因素分开来呢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不管是必试定理 还是向量的分量 你都可以把它写成三个不同坐标系统 OK 三个不同的坐标种 所以它正交是很重要的 但是正交也并不是只有直角坐标系统一个 它能够正交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熟知的 像球坐标 助坐标都是正交的系统 那 实际上还有很多种坐标 OK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先假想 我们呢 有一个坐标系统 是这个样子 OK 我把这个重新画一下 它本身啊 这个画得好像不太好 来来来 再稍微改良一下 然后呢 这个也不要这么歪 有一点就好了 OK 我们有三个坐标系统 它们互相垂直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基本上这一边的这个向量呢 它随着啊 这坐标的地方都不一样 它的方向随时都要改变 那事实上呢 以其他的坐标系统来看 非常容易理解啊 你随便拿个助坐标 助坐标不是很简单的就是说 你要是有一个 这个这个是R 这个是他人Row的方向 但你发觉这个方向呢 这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对不对 也就是说它跟直角坐标系统不太一样 直角坐标系统的X 永远都在X上面 但是它随时都在改变 那假设我说个PHY呢 这个PHY每个地方PHY也都不一样啊 只有Z一个呢 永远都一样都是朝上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用比较一般的呢 我们就用三条曲线啊 来表示它 只是我们有个印象 我们有个感觉 有个重要的提示 我们就是这三个呢 随时都是正交 OK 好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开始来思考看看 我们要怎么做 假设呢 这个 假设这个 它是Q Q 这个是第一个 OK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那我们呢 在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个单位向量 假设这边有个单位向量 Q1 OK 所以很快的呢 我们也会有个什么呀 Q2 对不对 也会有个Q3 这样画起来好像直角座标系统啊 只不过 只不过怎么样呢 它这个Q3呢随时在改变 现在我是画圆点的切线方向 所以当然是这个样子 当然画到这个地方 那当然又全部都不一样了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要从这个地方啊 嗯 这个画的实在是很丑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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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再弄掉一下 我把它画下面一点 好了 这样起码比较有感觉 OK 也就是说我们个 coordinate system a general coordinate system coordinate system is formed 它有Q1 Q2 Q2 跟Q3 来组成 那假设我们空间当中有个小体积 空间当中有个小体积 那这个小体积它会长成什么样子呢 它应该是我们用红色的好不好 就有点像是这个样子 啊 类似这样 我这个画的好像很烂啊 好 重新画一下 它起码要跟它交叉在一起啊 这样子好 这样子会比较像一点 OK 这样会比较像一点 好 我们就有一个啊 歪歪的 这个小体积 那这个小体积呢 我们就来看看一下 我们怎么来分辨它呢 OK 第一个 我们会有个 比如说以 左边这个面来讲 左边这个面 OK 这个面呢 我们叫Q1面 为什么呢 因为它垂直 它的垂直方向就是Q1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左边叫做Q1面 那当然了 这是Q2的话 那一定Q2一定是下面的 这个嘛 对不对 Q2面 那Q3在哪边 背面的这个 OK Q3 我们有这些 好 那我为什么要画一个小小的方块呢 因为方块的意思是说 在微积分里面它告诉我们 假如说我移动一小段距离 一小段 所以从这个地方 移动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什么 这是 比如说这个面 Q1面移动到这个地方来 那 这个面一定是Q1 再加上DQ1 对不对 它会是这样子 那 这一段距离呢 它位移的这段量呢 我们叫做DL1 OK 我们把它叫做DL1 所以你可以分别的说 这一条叫DL1 那这一条叫做什么 DL2 对不对 那这一条呢 这一条曲线叫做DL3 对不对 你全部都可以定义出来了 那我们就说OK 有一条长度 DL1呢 跟DQ1 一定有关系 假设其中有个关系 叫做H1 当然我不晓得H1 H1是什么啦 不过随便讲 讲个简单的概念 你就知道了 比如说这个是极坐标系统 极坐标系统呢 假设呢 我讲的是这个θ 那我从这个θ呢 我从这个地方进步到 这个地方 这是Dθ 对不对 也就是说θ本身就是一个向量 就是一个分 一个它的 它的单位向量 这也是 它从这个地方 跑到这个地方过来 Dθ 请问一下 路径多少 路径这还用讲 就看看你的半径是多少 这一段呢 就是什么 RDθ 对不对 也就是这一段DL的这一段 会等于R乘上Dθ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 DL1一定是真正坐标上面 一点小转换 乘上某一个什么东西 OK 好 那这个是这一段 那我们先紧急的就来做第二段 第二段呢 比如说这一段好了 那这一段呢 其实跟这个是平行的 所以说这一段叫DL2 那DL2呢 因为它是DQ2有关系 所以前面我就把它叫做H2好了 OK 那我们待会来看看每一个系统 它相对的指分别是什么东西 DL3呢 当然是H3 DQ3 对不对 这样子呢 我们大概呢 可以将这个东西表示出来 然后 再来一个很重要的 假如说呢 我们现在要看看其中的有一段 比如说我从中心点 比如说我从中心点一直到对角线 这个叫做DR 这个Q2上面的分量乘上DQ2 第三个 Q3上的分量乘上DQ3 所以呢 基本上DR呢 就可以写成什么 第一个H1 DQ1 方向在Q1上面 对不对 这是它的分量 它这个量的大小 它这个量的大小乘上它的方向 它就可以这样子写 所以写到这个地方啊 Totally完全都跟怎么样 我们的习惯完全一样 没有什么差别 你只是把一个项量写成三个分量而已 你只要这上面的分量是多少就OK了 OK 这样子就好了 那体积等于什么东西 体积还用还用讲嘛 长层宽层高嘛 对不对 所以DV会等于什么 这三个相乘啊 不就等于它的体积了吗 对不对 那你说小面积 我可不可以说小面积 当然可以啊 那你就看看哪一个面嘛 我们有上面有下面有左 右边左边前面后面 你都可以定义得出来 反正面积就是 两个边相乘就是的 记住它是正交的 所以一定都是相乘 对不对 假设不是正交就麻烦了 好我们就把这个记起来 那我们现在来画几个对照 你马上就可以理解 第一个 对于我们直角坐标系统而已 x y 为了要跟它的123一样 我们xy把它变一下 这叫x 这叫y 这叫z ok 记住我们的直角坐标系统呢 所有东西都要遵守右走定定定者 对不对 x cross y 要等于z ok 然后呢 我们这上面呢 你就可以定义出一个小小的单元出来 ok 我们就有个小单元在这边 ok 那这个单元呢 那这个单元呢 就很简单 假设这边是dr dr 那么我们这一段的长度呢 这一段的长度是不是dx 这一段的长度是dz 这一段的长度是dy right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我们这一段的长度 叫做dl1 好 叫做d 我看看 好 不然我们这样子讲 dv 会等于什么东西 体积会等于什么东西 当然就长寸看层高嘛 dx dy dz 非常容易解决 dr 会等于什么东西 dr不就是各个分量的大小乘上单位相当就好了 dx 乘上x dy 乘上y dz 乘上z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将这个 跟这个来做个比较 你马上就可以找得到它的关系次了 在我们很general的q1 q2 q3 的单位相量上面 q1呢就可以apply到x的单位相量 q2就可以apply到y的单位相量 q3就apply到z的单位相量 那当然 q1这个呢 就可以apply到x 对不对 q2 当然就apply到y q3 就apply到z ok 一个是单位相量 一个只是一个quantity而已 那么这个地方你看看 这边呢 这边呢 理论上q1你现在apply到x的单位相量 dq1就变成dx h1等于什么 这边h1等于什么 你把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做个比对啊 x单位相量 x单位相量 等于q1单位相量 dx 变成dq 对不对 那h1 是什么东西 1 1 所以这时候已经知道h1等于1 同理h2也等于1 同理h3也等于1 我们就知道他有这样子的特性 ok 好 把这个记起来哦 好 我们更进一步来看下一个 假设我们现在是牵涉到这个著作标系统 著作标我们怎么来看待它 随便划一个小小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平常假设xyz当然是这样表示了 但是呢 著作标不是这样子做的 著作标是怎么做 假设空间当中有一点 比如说 这一点 那这一点我们怎么来表示它 这一点要描述它呢 我们就从原心啊 这个平面上画出一个 这个是ro的方向 ok 这个是ro的方向 那 这边这个长度就是ro 对不对 另外呢 另外呢 它有个高度 所以呢 它在这个地方啊 有个z的方向 高度多少 就是z 而且呢 那我们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角度 叫做fi 所以呢 你在这个地方呢 会有个切线的方向 叫fi 量就是fi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来描述这个物质呢 这个空间的坐标呢 这个地方是用什么 xyz 三个 那这个地方我们描述的方式呢 就是ro fi z 三个坐标 就可以把它描述起来 好 那同样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起码我得把它切下一个单元起来了 对不对 切这个单元比较复杂 所以我先画个大的在这边 切完之后我再把小的画在这边 大家就比较了解了 ok 所以现在呢 我先拿一个大的 ok 这个很大的一个 好像个特大号的柱子一样 好 我们怎么切 现在来看看我们怎么切 这好像画的歪掉了 底部都歪掉了 再来一次 我们怎么切 我们要顺着这个东西来切 各位你看看 当初这个怎么切 这个我就沿着x 这样切过去一刀 在y轴上面 垂直于y轴切一刀 切一刀 然后呢 这两个又平行于x 对不对 垂直于x走 切一刀 切一刀 这个又平行于z 把切平行于y 最后呢 这边切一刀 那边切一刀 我就把它完完全全切下来 我切的方向 totally follow 这个单位向量的方向 所以现在这边 我也要来同样的切法 只不过那边很好切 因为我刀子在动的时候 沿着坐标在动的时候 因为坐标又没有改变方向 所以刀子平平的切过去就好 那这边切就很麻烦了 第一件事情 我第一个项量是什么 肉 所以我沿着肉切 它是怎么切的 它是一把刀子 对着圆心点跟旁边 然后沿着z轴这样 切下来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先把它切一刀 我用 我用这个蓝色的好了 我先把它切一刀 所以切呢 是不是像这样 我切下来了 变成这样 对不对 我切了一刀下来 但这只是一个面啊 你总要切六个面吧 OK 然后第二刀我怎么切 比如说我第一刀是 这个地方是沿着歪肘这样切 第二刀怎么切 第二刀呢 我要沿着跟Y垂直方向 比如说在x 我沿着它走一段 然后再切下去 对不对 那我现在这样切下来之后呢 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这边是什么啊 5 我沿着5的方向 5的方向在哪边 所以我本来是这样切 我现在沿着5的方向转一个方向 但是我刀子还是对着点端 因为R一定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我沿着它呢 再切一段下来 我是不是已经把它切完 两刀了对不对 有两个面出现 这边一个面 然后这边一个面 再来一个呢 比较简单的 我们一看有Z耶 你看看多棒 就好像这边这个Y耶 我可不可以垂直于它 这样子切一刀 的高度呢 是在Z的地方 然后再移动一段 对不对 我可以这样子切 所以呢 假设我这边有Z 我垂直于它 就相当于我是水平这样切过去 所以为了简化几件 上面切一刀 上表面就是了 然后下表面呢 再切一刀 这一切完之后 是不是相当于说 我这个地方 我就只剩下中间这块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只切了几个面 上面 下面 左边 右边 应该还有两个面 我现在要沿着肉 垂直于肉方向来切 谁垂直于肉 有Z啊 有5啊 那事实上就是好像我把 因为肉是旋转的嘛 好像我把一把刀子啊 沿着表面这样子绕一圈 是不是就把表面切出来了 然后呢 我再往里面移动一点 然后再切一圈 抱歉了 我画图实在是太难看了 比如这样子 切下来 记住 我这刀子是从上切到下 切出一个柱状 最后面 我是不是切出了一块 哦 抱歉 知道这边 我是不是切出这个方 这个 形状出来了 对不对 我这样切出来了 这样子有没有问题 好 切出来之后呢 剩下的 我想要知道它的体系 我要知道长宽高啊 等于什么 告诉我这一段高度多少 假设 假设底部从这边到达 这个地方叫做Z 那这一段的变化就是 它的变化量嘛 当然我们要切的 这是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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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到后来 你分辨不出来 这个是这种奇形怪状的 跟方形有什么差别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它的体积 就可以长成宽成高 就可以了 我现在只是放大给大家看 所以假设从这边到达这边是Z 那么这一段就是什么 DZ嘛 对不对 这没有什么 这谁都会 这一边到达这边是Row 那这一段是什么 Drow 对不对 这一边到这边是Fy 这一边好像 我把这个 左边西上的东西 这边叫做Fy 那这个角度当然叫Defy啦 但Defy只是这个角度的差 增加量而已 但这个长度是什么 长度是什么 我就讲里面这个长度好了 这个长度是什么 半径 乘上进度量 Row D Fy 对不对 但是因为这个很小很小很小 这个呢 底Row的意思就是半径的增加量 跟它比起来几乎是等于零的 所以这个长度跟这个长度一样 OK 所以我现在将这个呢 稍微画一下 好不好 画在这边 我将这个形状啊 把它画出来一下 OK 然后呢 我再把它瞄个 描个线 这个就是我们那边讲的体积 但愿 OK 所以呢 所以呢 假设这个是我们的坐标系统 这样一直下来 OK 这样子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说啊 这一段的高度 这一段的高度 叫做Z 那么这一段呢 就是底Z 对不对 假设这一边叫做Fy角 那很明显 这个小角度叫D5 但是有个重点是 这一段呢 是半径Row 那么生下来的这一段呢 然后呢 再来就里面的这一段 或者我称之为这一段 因为这个很小 底肉很小 所以这两个差不多 所以这一段是什么 Row D5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可不可以马上就将 我们刚刚要写的东西参照一下 长 你也不晓得哪个叫做长 好啦 高至少我知道它是DZ嘛 对不对 那沿着近向量方向的 这是底肉 我按照它的桌标来写 沿着Fy角上面的这一段的长度 是RowD5 我把Row写在这边 D5写在这边 是不是体积我就写成这样子了 对不对 好 那假如说呢 我们有一个向量 OK 有个向量在这一面 那我们怎么表示它呢 就好像这个地方一样 我们这边有个向量 我们怎么表示它 那事实上我们这个向量 它就会什么呀 这个向量就可以分成三个 三个 第一个就是 这一段的长度 这一段的长度 刚好跟Row的方向一样 所以是底Row 对不对 第二个是Fy的方向 Fy的方向呢 是这个方向 但是呢 这边的量呢 是看这一段弧长 所以是RowD5 最后它的高度 就是Z嘛 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子了 OK 一旦知道这个 我们就把这个 再拿来跟这个 比对一下 现在呢 这边是Q1 Q2 Q3 这边是Row FyZ 所以很明显呢 它告诉我们Q1 我们可以看成Row的方向 Q2 的单位向量 看成Fy的单位向量 Q3 看成为Z的单位向量 那当然 Q1就是Row咯 Q2就是Fy咯 Q3就是Z咯 对不对 那你告诉我 H1等于什么东西 H2应该是什么 H3应该是什么 H1 E嘛 Right H2 这是什么 Row H3 E 是不是对照表就出来了 对不对 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OK 这个有没有问题 好没有问题 我们就来做下一个 圆球坐标系统 那极坐标只是圆球坐标系统上面一个特例而已嘛 所以我们只要把圆球做完了 就相当于我们了解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开始来球坐标 球坐标呢 就相当于说我们有个球 这个就很难画了 OK 这是X Y Z OK 球坐标 我们怎么来描述在这当中的一个点呢 我们怎么来描述这个点 第一个 这个点 距离圆心点 圆心哦 跟著座标不一样啊 著座标这个肉是这个点距离走心 而不是圆心 圆心在这儿 距离走 头 这个叫做肉 所以它的肉呢 每个地方都一样 都是这样子 对不对 好 所以呢我们距离圆心这段 这个 叫做R的方向 所以这个R的方向也都在改变啊 假如说我的手臂是轴心 我手指的方向都是R 对不对 我只要对着圆心点不动 我指的每个方向都是R OK 辐射状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要的 我们知道当你这样一跨的时候啊 马上就告诉你 这个地方有个角度叫做Z打 这个Z打是什么 跟着Z轴的夹角 所以呢 就相当于说 你要这样子下来 你可以 这样子 那 那 是不是代表切线方向呢 你就会有个Z打架 right 好 有了这个之后呢 还需要有一个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它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它距离啊 走啊 确实有一段距 有一段距离 距离 具体这个走 有一段距离 这个走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我们要求这个地方是垂直的 ok 假设不知道呢 我们把它画在这边 类似这样子 我这个画的不太好 类似这样子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这个角度呢 我们叫做 phi phi 是 它的 它距离轴心的这条线的垂直分量 然后呢 在xy plane上面 扫过来的角度 叫做phi 所以这个phi 脚啊 可以这样子扫 360度 对不对 θ呢 就没有选择θ 从0度 扫到这个地方 就没了 反正θ跟phi 一定一个180度 一个360度 你没有办法 选择两个都360度 那就会重复化 ok 所以呢 θ一定是从这个地方 扫到这边 phi呢 可以从这边 这样子扫过来 所以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们有另外一个 切线的方向 是在这边 所以我们描述这个坐标系统呢 我们就用什么 r θ的phi 来描述 你发觉这边phi的定义啊 跟住坐标phi的定义一样 对不对 但这个r指的是什么 真的是半斤哦 类似半斤像 它是什么 从圆形点出发的 这个r呢 却是从轴心出发的 那是不一样的 ok 好 假设我们要做同样的事情 那我就要在这个地方啊 画一个dr 对不对 用蓝色的 同样用蓝色 我看看 我看看 这个我就不能用dr了 因为前面没有同样符 这个叫dA好了 ok 一个a响亮 好 那我们呢 先把方块先马上切出来 切方块之前呢 一样我先画个很大的 最后再把小的画在那边 我先画个比较大的 假设这是一个很大的圆 这是它的轴心 这是它中间的坐标 好 现在开始我怎么切 假设根据这个r 这个r是沿着中心点 就代表我要一把刀呢 从外面管你从哪个地方 我就往中心点刺下去 这一刺下去 好像我从这一点 刺下去 刺到这边 然后呢 我可以沿着c达的方向 这样子把它切下来 这一切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 我可以切出一条线 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切出一片出来了 这一个面 然后呢 我要沿着垂直于这个面的方向 我再运动一个 那目前看起来 最好的就是沿着5的方向 我运动一个角度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这一点呢 垂直线是在投影线 投影点可能是在这边 抱歉 OK 所以呢 我移动一个5角 这边是5 我现在移动一个5角 切过来 切一个5角 第一5 那是不是代表说 我就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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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可以从 相当于我移到这边 再切一条 类似这样子 我这边要切宽一点 对不对 这样切下来呢 跟一片西瓜完全一样 一个糊状的西瓜 对不对 我只有两个面 一边跟另外一边 但是紧接着呢 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怎么切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刀子刚刚这样切下去 然后上下动 沿着西大 我现在可不可以沿着5角动 对不对 刚刚是这样切下去 沿着西大角这样子切 切完之后呢 我再从另外一个地方 再吃进去 再沿着西大切 但事实上 我可以这样切完之后呢 沿着5角先 沿着5角 你要切的时候 就要很注意咯 5角是怎么切的 嗯 5角怎么切 不然这样好了 先做个简单的 我这个切是说 从头切到尾 但是我也可以沿着R 取一段 也就是说怎么样 这个R 这个刀子是这么长 假设我当初呢 虽然说是用这个动作 但是刀子只有这个厚度 那是不是相当于 我切出来的一小段 对不对 我可以这样切出来 就变成一个 一个糊状的 好像哈密瓜一样 上面也是被切掉 对不对 然后紧接着我怎么做 紧接着我怎么做 紧接着我就沿着5角动 比如说 这边这样子切过来 OK 那 那这边这个移动呢 我也可以移动到这个地方 然后再移动到这边 那再这样切过来 那这样是不是相当于 我就可以很快速的切出 这样子的 这样子 再走行进来 这样子 当然 这样切过去的话 这边也会有 我是不是就可以切出一个小方块出来 对不对 那请大家要记住一下 假设这边到这边是R 因为这是距离圆心点 那这一段呢 只是沿着圆心点再往前衍 延伸一点 这一段叫做什么 DR 假设呢 这边到这边叫做FIDA 那这个小角度就叫做DFIDA 那这个弧线长会是什么 半径 成DFIDA 对不对 所以这一段呢 半径DFIDA 好 我这个R写在这边呢 有点麻烦 我先把它写在下面 好不好 DR 然后我把上面这个擦掉 现在这个就比较麻烦咯 现在这段怎么办 事实上这段你要是跨的话 你可以发觉一件事情 它就类似于这样 这一段是什么 这边一定要垂直 所以这一段呢 的长度呢 一定是半径SINFIDA R SINFIDA 对不对 但是这个呢 跟下面这个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角度 这是FIDA 所以这个是什么 DFIDA 那你告诉我这个弧度是什么 是不是半径 R SINFIDA 乘上什么 DFIDA 好 好 好 OK 然后这个画在 这里也好了 我看看 OK 所以呢 我把这个 大致上讲话一下 OK 我就有 这样子的 OK 那很明显地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用不同颜色 好了 这个叫做R 那么这段叫做DR 这个叫做 FID 那么这段叫做D FID 那么也就是代表 这一段呢 是R D FID 那这一段呢 一定是 R Sine FID 对不对 因为这边一定要垂直 但是以坐标系统来讲 这边叫做FID 你这样子过来 这边叫做DFID 所以呢 里面的这个 这叫DFID 所以里面的这一条 R Sine FID DFID 对不对 所以我们呢 就可以开始 把它的体积 完全写下 DV 会等于什么 长层宽层高 最简单的就是DR 我们按照它的程序 DR OK 这段是DR DFID 在哪 在这一段 弧度是RDFID 我把R踢到前面 再来一个段呢 这一段 这个 是R SineFID DFID R R平方 SineFID DFID 我的V就把它解决掉 对不对 那任何一个小A呢 DA呢 在空间上面的表示呢 我就可以三个分量来写 第一个 它R上面的变化可能是这样子 第二个是RDθ Dθ的θ方向 第三个是RSineθ D5 D5的方向 好 有了这个 那剩下就简单了 它是不是告诉我们 Q1 事实上就是R Q2 是不是就是θ Q3 是不是就是φ 的单位向量 所以当然没有写单位向量符号 还是维持原来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告诉我H1等于什么 H2等于什么 H3等于什么 我们右跟最右边的这个式子 最左边这个式子 来做个比对 我们发觉 R单位向量 DQ1 就是DR 前面的系数呢 E Dθ前面的系数是什么 R D5前面的系数是什么 R Sineθ 对不对 好 有了这些之后 我们可以开始处理一些东西 OK 我们就开始来玩一些游戏 好 所以假设你不知道这个怎么切 我要你们回家好好的切一切 画出来一个单元 我要看看你怎么画你会不会画 对不对 说定我到时候考试就考个 请你画个圆的单元 OK 圆球坐标的单元 你画不画得出来 每个单位 每个长度都能够把它定义出来 OK 让我看看你怎么切的 记住 你一定要对这个坐标系统够了解 你才有立体的感觉 OK 所以念物理不简单 对不对 不只是要会而已 你要有立体的概念 好 所以呢 你对美术 对工艺 我一想你们以前 高中有没有上过什么叫工艺 有没有 你们有吗 那很不错 那你们学校都有做 有教你们制图吗 做肥金 三四图 对嘛 三四图做到后来都很熟悉 对不对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 期末考考什么 你知道吗 三四图呢 他给你两面 然后请你猜 立体图是长什么样子 OK 然后呢 一百题 考一百分钟 那一分钟就要解一题 那事实上很快 半个钟左右就全部解完了 OK 那你就很有立体感觉 那假设你没有这个感觉的话 那你学下就很麻烦 这个香料变来变去 最后啊 全部都投降 所以请大家 对这个图呢 回家把它画一次 画一次 你就会记得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玩一些游戏了 OK 玩一些游戏 我把 这边我把它写小一点 好不好 写小一点 我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有 Q1 单位向量 Q2 单位向量 Q3 单位向量 OK 每一小段的距离 就等于H1 DQ1 DL2 会等于H2 DQ2 DL3 会等于H3 DQ3 OK 我们要把这个 稍微整理一下 在这边 然后呢 我们空间当中 一个小向量 现在叫做A向量 免得到时候 这边有R 那边有R 都搞不清楚哪一个是R 叫做A好了 它一定是什么 DL1 在Q1 DL2 在Q2 DL3 在Q3 对不对 那最后只是 把它带进去而已 H1 Q DQ1 Q1的单位向量 H2 DQ2 Q2的单位向量 H3 DQ3 Q3的单位向量 最后体积呢 很简单啊 就三个相乘 体积呢 长乘宽 乘高嘛 所以它意思就 DL1 乘上DL2 乘上DL3 会等于H1 乘H2 乘H3 DQ1 DQ2 DQ3 对不对 就变成这样子 好 我们就全部都定义完了 那第一个 数学上的操作 你们可能还没学到 你们电池学 开始上课了没 开始上了吧 对不对 所以上到什么地方 还在教向量吗 向量内机外机 那个是不是 OK 所以那个高中都学过了 一年级 普务也学过了 但是我们更进一步 我们有个叫做 威风的 的项目 叫做 DL 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是什么呢 那就要在不同的坐标 有不同的做法 它基本上 是对着不同的坐标来维分 比如说好了 我这样子讲 起来你不太了解 我直接就做好 假设这个呢 是个scalar function 它不是个向量 它只是个常数的方程式 不是 存量的方程式 OK 像我们电位 电位是不是存量 是啊 是存量 任意一个方程式 像圆啊 抛物线啊 只要不是向量 都是存量方程式 然后我对它做一个 偏微分 偏什么 为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 它是每一个量 单独做 它对 scalar function 偏微分完之后 会变成一个向量 那它是做什么事情 对f作用 也就是说 这个符号 有没有看过 有看过嘛 对不对 我们称之为偏微分 对不对 它并不是d 并不是权微分 权微分是管你身具 通通微光光 偏微分呢 只对我感兴趣的 这个偏 这个微 比如说好了 我这个是x 我对x在微分的时候 我就不管y了 y可能是x的函数啊 但是我就不管了 我只要没有看到了 我就 我就 我就不管了 OK 不是直接看到的 那这个时候 这个叫偏微分 我对 这个长度来偏微分 那么 我们也知道 这个东西呢 都可以这样子写 所以非常快速的 你在操作上面 是不是把f就要带进来 f带进来 f带进来操作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 你把它写成这样子 也可以 对不对 那 l1 dl1 这是虽然说partiall1 事实上跟这个意义一样 是不是h1 dq1 所以你会得到 h1 分之1 partialf partialq1 的q1 向量 再加上 h2 分之1 partialf partialq2 再加上 h3分之1 partialf 还有一个向量 忘了写 q2 再加上 h3分之1 partialf partialq3 的q3 单位向量 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OK 你要是对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你们应该蛮熟了吧 普务是不是都教过了 普务是不是教过 普务应该有教过吧 你在未能里头 你对未能 对空间做个什么呀 片位分 你就会得到什么 力量 记不记得 呀 那这个呢 应该是大家很熟的才对呀 不过你们熟的可能是xyz 坐标 所以现在我们的xyz坐标 我们来操作一次 我们来看看 假设是同样的 我们带进去 不就得到xyz坐标的结果了吗 是不是 好 那我们先来做第一个 我把这个图画掉了 OK 这边这个就不用了 那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第一个 在我们xyz坐标 h1 h2 h3 通通等于1 就没了 q1 q2 q3 就是xyz 所以 它是不是马上就写成 partial f partial x x 单位向量 partial f partial y y单位向量 partial f partial z z的单位向量 这个大家很熟嘛 对不对 但是 一旦换成 助坐标的时候 你怎么办 我们同样的 下面有对照表 就把对照表丢进去嘛 h1 在助坐标是什么 1 h2 在助坐标是什么 row h3 在助坐标是什么 1 那你是不是马上就得到这个 partial f partial row 在row 在row 方向 再加上 row分之1的 partial f partial 5 在5 方向 partial f partial z 在z 方向 意思呢 假如说你当初 你想要利用一个 位能 对它做 空间微分之后 来得到力量 那你就要看看 你选择的坐标系统 那操作上面应当怎么操作 假设是在直角坐标系统 就单独微分就好了 假设呢 你在助坐标系统 你就要遵循这个方式来微分 那同样的 球坐标呢 就要做球坐标系统了 那球坐标会变成什么 h1 也是等于1 对不对 h2呢 会等于r h3呢 等于rsinθ 它就可以写成这样 更加复杂 但是呢 用这种简单的对照方式呢 你把这个操作呢 在不同坐标系统的 表现的方式 你全部都写出来了 所以到时候 看看你在计算 是哪一个坐标系统 就用哪一个坐标系统的 展开式就是了嘛 OK 属于这个就用这个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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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就可以解决掉了 OK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对不对 好 那在我们的 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 坐标系统里面 或者一般的微积分里面 最重要有三个东西 这个 它对一个存量函数的作用 这个叫做gradient gradient gradient 中文叫做什么 gradient叫什么 梯度 对不对 是不是梯度 很多人会去买中文的书 对不对 是不是叫梯度 我也搞不太清楚 应该是吧 什么意义啊 这边我们就先不讲 因为这个是 你们电子学会 一整个月都在上 这个部分的数学 OK 他都会讲得很清楚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什么呀 对着一个向量 某一个向量 作用 那那个向量 我们叫做A好了 所以呢 这个要对它作用 闭子眼睛的想 有两种做法 一种就叫内积嘛 那一个叫 另外一个叫什么 外积嘛 对不对 那这两个向量 记住哦 这个是操作 这个是operator 它本身没有什么意义 它对着 人家操作之后 才有意义 所以呢 但是它的特性 又好像向量一样 所以呢 两个向量相乘 内积 它会变成什么 纯量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会 就可以写成什么 这个可能要导一下 OK 导一下呢 大家才会比较了解 假设一个函数 对X未分 这是什么意思 不就写率吗 对不对 它沿着X走方向的写率 就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所以越大 就代表越陡 越小 就代表越不陡 对不对 斜率嘛 这样是不是 这个比较斜 这个比较不斜 对不对 这是不是斜率比较大 就微分出来的数值 会比较大 这是无穷的 这是零 对不对 这是负的 OK 所以 这命什么 这只是个斜率 所以我们说梯度 梯度就是楼梯的斗度 OK 就只是这个意思而已 那这个呢 我们称之为divergent 这叫什么 闪度 是不是 闪度 这个叫curl OK curl OK 很多女孩子很喜欢 烫着头发 有curl 对不对 有那个曲度 这叫旋度 不是很旋的那个旋 旋度 旋转的旋 OK 它描述是一个东西旋转的这个能力 这个描述一个东西 散掉的能力 OK 散掉了 这是描述一个东西 变化的 随着 这个桌标上面 变化的这个幅度 的这个抖度 不是这样子的意思而已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而已 OK 数学上看起来没什么 在物理上面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意义 那你们就要好好学 不要紧张 说你们不熟悉这个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三个不熟悉 你电磁学一定压蛋 OK 你一定要熟到不得了 OK 看到它就知道是什么东西 变成反射动作 你电磁学就可以100分 OK 完全都看你对它的熟悉度多少 这是个基础 OK 那我们要讲这个 T闪度之前 Divergence之前 我们要讲一个 基本的概念 在讲这个之前 我先把几个图画好 假设我这边 有个方块 当然这个方块 应该是类似 这个一般的坐标系统 OK 但为了简化起见 我把它画的 类似方块一样 因为这样子 比较容易看 然后我的坐标原点 在这个方块的正当中 我不找一个角落 我先把它放在正当中 提供这个idea 给大家看 OK 类似这样子 然后我们这边是 Q1 Q2 Q3 对不对 我们有 原型点有射出三个单位响亮 当然沿着Q1 这Q1可能是个弧线 那你在这道切线 就沿着弧线跑 对不对 沿着弧线的切线跑 那我现在只是指正当中这个 然后呢 这一段的这个长度 这一段的长度呢 我们叫做DL1 这一段的长度 DL1 那这一段的长度呢 DL3 DL1为什么叫DL1呢 因为它沿着Q1的这个坐标跑 DL3呢 是因为沿着Q3的方向在跑 OK 那我想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 我想要计算一下 它 假设这边啊 你把它假象成说 这边有个东西一直产生 好像水流从这边那 一直跑出来一样 然后它要往四面八方散过去 我想要计算一下 计算呢 它的通量有多少 通过去 每一个面的通量有多少 OK 我们来计算一个东西 The outgoing flux Per unit volume 单位体积 往外头跑 的通量有多少 OK 但是通量的意思 应该是说 你通过 这些六个面的 总量啊 但通量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通量 是某一个项量的通量 OK 那刚刚举的只是一个例子说 我可能中间有个东西 跑出来 对不对 它通过六个面 但是也有可能呢 我是一个东西 这样通过去 比如说 可能有个场的分布 是这样 然后我的方块在这 很明显它进来 跟出去的不会等量嘛 对不对 我现在只计算 跑出去的量 假设跑出去的 比进来的多 那个叫做往外头 那叫做正 跑进来的多 跑出去的少 那就变成负嘛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像热力学里面的 DQ的概念一样 对不对 往外跑就叫正 不不不不 往内跑叫正 往外跑叫负 但是做工呢 往外做就叫正 往内做就叫做负 我现在只是定义这样子而已 OK 假如说我们在空间当中 有一个项量 这个项量 这个项量在中心点的时候 是这样子 记住我中心点 我描了 描述这条线子 是说中心点的状况 它其他的每个地方 状况不一样 比如说这一点的状况 就是这样子 这个叫做B 当然跑到旁边 那当然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或者退到这边又不一样了 或跑到隔壁 那当然也是不一样了 OK 我们只是随便描述一下 请问一下 B Algo influx of B per unit volume 到底应该是什么 所以很简单 我们先做一个面 那我们就知道方向是怎么列的 然后六个面的方向是一样化葫芦 最后把它通常加起来 就是它往外头跑的量有多少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先计算 B 通过 DL1 乘上DL2 面积 自通量 OK 各位可能还不太了解 什么叫做通量 通量很简单 通量的意思 就是因为现在指的是向量B嘛 乘上 某个面积 乘上一个面积 就好了 你只要做这件事情就好 所以我们现在先看看左边的这个面积 OK 左边这个面 那我们怎么来计算它 我们把这个呢 因为这个体积很小 这个面积很小 所以通过左边的量也很小嘛 对不对 我把这个叫很小的 就写个D Phi L OK L是指左边的这个面 因为这个在我们的左手边 它会等于什么 B乘上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还用算吗 DL1乘上DL3嘛 对不对 就好啊 那B呢 B你就要算这个地方的B 而不是正当中的B哦 是算在B 在左边的B 对不对 好 DL1DL3很容易嘛 这边都已经有了嘛 对不对 在哪边 在这儿嘛 H1DQ1嘛 对直角坐标系统而言 这就DL1 这DL2 这DL3 这还用看 对不对 就看看你是哪一个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很简单 DL1呢 就是H1DQ1 OK H2D H3DQ3 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当初定义的H1 H3啊 H1H3啊 H1H3啊 这些东西呢 指的是我们刚刚的画的那个相当是以原型点来标示它 但事实上 H1H3呢 它未必是常数啊 各位你看看 这个是常数吗 不是啊 这个更复杂嘛 对不对 它本身就是位置函数啊 所以我要看的是 H1的左边这个面上面的数值是多少 H3在左边的这个数值是多少 OK 那我只要把这三个能够建构起来就好了 好 那你怎么做 OK 那其实呢 很容易 我们现在来画一个图 让大家看一看 你就可以了解我要怎么做 假设有个很简单的方程是 这叫做X 叫做T好了 随便给它一个T 这边叫做Y 所以你有Y of T Y of T 随便啦 一条线好了 OK Y of T 假设你知道这个地方的高度 Y Y0 这是T0 请问一下 你知不知道左边这个 这个T的位置的高度是多少 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右边的 这个 Y的高度 是等于多少 可不可以知道 可以啊 你只要知道几个讯息就好 第一个 假设我知道这个位置的宽 废话 它都给你了嘛 TRT0 你已经知道它的位移量多少了 我只要知道斜率 位移量 乘上斜率不就是高度差吗 对不对 假设有个叫斜率 叫做M的 M是什么 Delta Y Y over Delta X 对不对 假设它是线性啦 我随便画一条线 那 我已经 这叫Delta T 所以 我只要把M 乘上 Delta T M乘上Delta T 是不是 我得到的就是这个高度差 对不对 我就可以得到它 那我只要把这个高度差 加上原来的高度 不就是它了吗 所以YR 是不是会等于原来的高度 加上斜率乘上距离 解决了 距离是什么意思 距离就是 这个减掉你中间的嘛 左边的就是这个减掉你 它会变成负的 只是这样而已 那斜率是什么 假设这个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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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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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很小 斜率 就是微分啦 纵使它这个曲线 只要这个范围很小很小 我都可以把它看成一套直线 那又有什么关系 这个式子还是照样适用啊 对不对 我一接近式 我照样可以用得到啊 所以我 右边的可以这样子写 左边的也一样啊 左边的也是一样啊 只不过这时候 Delta T呢 我会写成什么 TL 减掉T0 那TL本来就是比T0小嘛 一减起来变成负号 所以呢 你这边呢 就告诉我说 它会比中间点这个低多少 然后我把Y0减掉 这个就可以了 答案就跑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就很简单 那你告诉我 一旦我知道中间BL是什么 我可不可以知道左边的BL是什么 当然可以啊 我把中间那个加上 它跑到左边之后的变化值就好了 对不对 这好像我中间的这个 再加上它的变化值不就是左边的量吗 中间这个是什么 B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管的只是Q2的分量而已啊 只是B在Q2的分量而已啊 但是B2指的是中心点B在Q2上面的分量 对不对 但很明显的 你告诉我 我这个项链我这样化 它这个分量是朝向哪边 这边呢 这边在这个面上是进来还是出去 进来的嘛 但我要计算出去的嘛 出去叫正 进来叫什么 负 我可不可以先加个负 right 好 这个是我中间的量 我现在要加上它的变化量 变化量 我要知道斜率 斜率是什么 就是它的微分嘛 是不是 我看符号变成什么 那 这边呢 我就会变成为 partial B2 partial L2 Q2好了 就是它的斜率 对 因为我们是对着下面直接微分嘛 对不对 对着坐标直接微分 这个是不是斜率 B2的对Q2的斜率 再乘上这段距离 这段距离 一定是左边减掉右边 一定是负的嘛 对不对 这段距离多少 因为我晓得这段距离多少 这段距离是 DL2嘛 的一半 是不是二分之一DL2 我看看 然后我要加个负号 类似这样子 我看一下 这一边呢 OK 我先暂时这样写 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不对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先看看 没有哦 不是DL2 是坐标的相对 我指的不是这段的长度 是指坐标的差值 所以坐标这一段到达这一段 虽然说这边是DL2 但对我而言 只是个DQ2而已 所以是二分之一的DQ2 所以我写错了 我写错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只是把这个延伸而已 所以这边的概念 最主要是这样 我再把这个讲一次 因为呢 这个概念呢 四处都在使用 OK 也就是你一旦知道 中间的这个东西 你怎么知道 它在旁边的时候 状况是怎么样 在旁边时候的高度是什么 那就很简单嘛 我只要把中间的这个数值 加上你横坐标 在位移的时候的高度的变化量就好了 对不对 这一点高度是等于什么 还用讲 原来的高度再加上变化差嘛 这一点的高度是多少 原来的高度再加上变化差嘛 只是这个变化差是负的而已 所以这一点的高度是等于什么 这一点高度是等于什么 一定是中心点原来的高度 再加上一个变化差 这个变化怎么变化 假如说我们在这两端的位移量 都很少 很小 小到一个极点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管你是弯的线还是直的线 看起来都跟直的线 又有什么两样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就把这一段的变化 我就把它想象成说 这个高度怎么变化 简单啊 我知道这个变化量 我乘上它的斜率就好了 变化量在这儿啊 横坐标的变化量在这儿 斜率在这儿 这一成不就知道了吗 那问题是斜率等于什么 斜率就是这个函数 对横坐标的微分啊 对不对 所以我就保持着这个idea 我就从这边来看 B要通过左边这一面的B 但因为要垂直于这个面 所以只能够考虑到Q2这个分量 B2的这个分量 B2 那B2在正当中的数值就是B2 那请问一下 左边这个数值等于多少 那你是不是要斜率 乘上位置差 斜率是什么 是不是B2 对着 横坐标微分 现在我指的是Q2啊 是不是对着Q2微分 在乘上这段位移量 这段位移量是指坐标上的位移量 而不是指实际上的长度的位移量 不是 坐标上的位移量 所以呢 我知道这一边呢 叫做DQ DQ2 那这个是在正当中嘛 所以一半就二分之一底Q2 但因为这个位移量是往左边位移 所以左边减掉正当中 一定是负的嘛 所以加上它 对不对 再加上我的B2呢 根据我的画法 它一定是朝向正向 但是正向对这个面人也是进来啊 我现在要求的是出去的 那进来就叫负 对不对 我就把这个建构完了 OK 第一个 建构完 第二个 这个还要做同样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H1是个常数 我们知道它未必是个常数 所以H1L是指正当中这个地方的H1L 那你告诉我左边的H1 H1是正当中的 那左边是H1L 那左边这个数值多少 那是不是同样的做法 把正当中的 加上变化量 变化是什么 微分嘛 斜率啊 第一个先把它弄成斜率 对不对 在乘上你为一量 二分之一抵Q2 你又往负向走 所以一定是负的嘛 在乘上抵Q1 对不对 那这个还要再做一次 在乘上 H3L H3是指正当中的H3 当它移到左边去怎么办 正当中的在这边 移到左边去 就等于正当中再加上变化量 正当中 变化量呢 是等于斜率乘上位置的变化量 斜率是什么 就是它的微分 对谁微分 对横坐标微分 现在横坐标是谁 Q2 所以对着Q2微分 再加上一个位移量 因为你是朝左边的 所以加个负化 是不是等于这三个相成 对不对 好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把它盛开来整理一下 你会得到 负的B2 H1 H3 我这边算快一点 DQ1 DQ3 加上 partial partial Q2 刮乎 B2 H1 H3 DQ2 二分之 DQ2 DQ1 DQ3 我就可以写成这样 好 假如说你同样的做法 再做一次 做右边那个面 同样的idea再做一次 那是不是相当于B Right 乘上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一样 DQ1 DQ1 DQ3 完全一样 只是Left 变成Right 而已 对不对 Left变成Right 那这个通量 这边本来负的 另外就变正的 因为B2 是这样子 对右边这个面 刚好是出去的 没错 所以是正的 这位移量是正的 这边也变成正的 所以 整个弄完之后 DR 整理完会变成这样 可以写成这样 现在只计算两个面而已 为什么计算两个面呢 因为这两个面 一定有什么东西 可以消掉 比较方便 对不对 就你一看 这个是左边的 这是右边的 你看 这完全一样 只是一个负的一个正的 我们通量 就是六个面都要加 你只是先把 这两个面加起来 它就不见了 对不对 这两个加起来 你就不要除以二 刚好两倍消掉了 Right 因为其他都一样 你看到没 完全一样 所以一样画葫芦 把上下 前后 全部都把它做完 做完之后呢 我把这个擦掉 好不好 做完之后呢 你会得到个 总通量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你看看哦 这个里面有什么 这边抵Q1 抵Q2 抵Q3 其他两个面 上下 前后加起来也都有 所以大家都有 抵Q1 抵Q2 抵Q3 2没了 然后这边是什么东西 这是1 2 3都有 1 2 3 然后对2 也就是说 B要是2的时候 它就对2V 然后后面是1跟3 所以B要是1的时候呢 这边就对1V 后面是2跟3 B要是3的时候对3V 后面是2跟3 对不对 你是不是可以全部把它写出来了 OK 所以你就会得到怎么样 Partial Partial Q1 B1 H2 H3 因为后面都一样 对不对 再加上Partial Partial Q2 B2 H1 H3 加上Partial Partial Q3 B3 H1 H2 总共在层上 后面大家都有相同的地方 抵Q1 抵Q2 抵Q3 这个是总通量 整个流出去的通量 但是我们要计算是通量是什么 单位体积的通量 所以呢 我们把D Partial Total 除以总体积 体积是什么 在这儿 是不是H1 H2 H3 抵Q1 抵Q2 抵Q3 通通放在分母 所以 抵Q1 抵Q2 抵Q3 刚好被消掉了 对不对 因为抵V OK 没关系 所以你会得到 H1 H2 H3 然后后面就是这个 中刮弧的地方 OK 只是后面这个不见了 这个就是它 这个东西是什么 单位体积的通量的意思 就是 Divergent B OK 就是Divergent B 好 等一下 我把它弄掉一下 好 OK 那这样就非常清楚了 那 这个的定义 也就是说 Divergent B的意思就是 单位体积往外头流通的通量 这个定义为Divergent B 为什么 先不管 OK 到时候呢 电磁学会告诉你 为什么可以这样定义 我们真是只玩数学 所以我先把这个数学解决掉 有可能呢 蔡老师教的时候 教到这边还会再教一次 OK 好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得到 对不对 我把这个赤字呢 写在这边 完整的写下来 干脆这样 谢谢大家 OK 它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一旦写成这样子之后 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对照表了 你可不可以把它全部丢进来 这边是A嘛 写成B好了 因为我那边是用B嘛 OK 好 第一个直角坐标系统 H1 H2 H3通通等于1 Q1等于X Q2等于Y Q3等于Z H1 H2 H3 通通等于1 乘起来就没有分母了 上面这两个也是1 Q1就是X 你得到了是不是partialB partialX 再加上partialB1 假设我B1也就是Q1方向的量 我把它叫做X方向上面的量 partialBY partialY partialBZ partialZ 这不就是一般我们的认识吗 对不对 假设我前面这个 Dale 定买为partial partialX X partialY Y partialZ 在XYZ 坐标假设是这样子写的话 那我的B呢 那我的B呢 是不是就可以写成BX X分量 BY上面的分量 Z上面的分量 所以这两个内积 你就把它当作向量好了 那是不是变成存量 各个分量相乘的相加 他对他作用 是不是他 他对他作用 是不是他 他对他作用 是不是他 很直觉嘛 对不对 所以假设只是XYZ坐标 我根本就不需要做到这么复杂 我直接写就把它写出来 那问题是 注坐标跟求坐标怎么办 H1 H2 H3 相当于这三个相乘 他得到是Z 嘛肉 所以呢分母是肉 对不对 H2 H3是什么 H2 H3也是肉啊 对不对 Q1是什么 肉 所以呢 你会得到第一个 因为下面是等于肉 肉分之一 partial partial肉 然后B乘上肉 B1是B在肉上面的分量 乘上肉 这是第一个 加上 第二个 B2呢 是在φ的方向 φ的方向是H1 H3是什么 H1 H3 各是1 所以 这边就是1了 所以下面是肉分之一 partial partialφ Bφ 第三个 肉分之一 这不变嘛 对不对 因为分母是这样 这么H1乘H2 H1乘H2 又是肉 B3就是 Z方向 对不对 所以是partial partialZ BZ 乘上肉 不过这一看就知道嘛 这个只对Z 偏微分啊 肉是它另外的坐标啊 所以对Z这个偏微分而言 等于常数嘛 就把它提到前面去 这两个就互相消掉 所以事实上呢 它就不见了 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我们住坐标就解决掉了 球坐标呢 H1 H2 H3 H1 H2 H3 所以是R平方sineφ的 所以分母是R平方sineφ的 先写好了 R平方sineφ 先写完我们再约分嘛 第一个 H2乘H3 H2乘H3 就是R平方sineφ的 这边就是R平方sineφ的 前面对R微分 因为第一个Q1就等于R B1就等于BR 所以第一个是partialR BR 里面是什么 R平方sineφ 对不对 你知道sineφ可以提出来 因为这个只对R偏微分 所以φ相当于没看到 一个常数可以提出来 再加上 第二个 partial partial 圆球坐标是Rφ 所以这个是φ B2呢 是Bφ H1乘H3 H1乘H3 是Rsineφ Rsineφ 所以这个R又可以提出来了 因为它是对φ的微分 对不对 好 第三个 partialpartialφ partialpartialφ Bφ B在φ上的分量 乘上H1乘H2 H1乘H2 是R 所以这个R又可以提出来 因为这边是对φ 平位分 所以R这个呢 对它而言 相当于是常数 所以就可以提出来了 所以你 你们发觉一件事情 你这边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这个呢 这sine可以提出来 所以这个sine可以跟下面的sine 互相消掉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 第一项是R平方 partialpartialR BR乘上R平方 对不对 第二项呢 这是对φ的微分 所以R是不是可以提出来 是啊 R一提出来 跟下面R杀掉一个 所以它会变成R sinφ 抱歉 越写越小 待会我们再把上面整个插掉 就清楚了 OK 因为它的R已经提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里面就变成partial partialθ bθ 乘上sinθ 最后这个 R可以提出来 又跟它杀掉 所以也是Rsinθ分之一 大家都有 干脆 这边写一个中刮户比较快 后面呢 就是剩下Fy 对不对 就变成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把上面这个呢 插掉 所以当你看到闪度 这个T度了 我先把它插掉 它在直角坐标的表示时 在柱坐标的表示时 在球坐标的表示时 你通通都要记掉 OK 你通通都要把它记下来 当然 这个的推倒就比较麻烦 因为从那边推倒过来 你需要一点时间嘛 对不对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先把它背起来 OK 所以你有没有发觉 读物理的人 要背的东西还真不少 并不是只有化学 医学他们才要背 我们也要背 人家好不容易解出来的东西 然后你把它忘掉 多可惜啊 既然知道哪边的 的什么 什么 柜很好吃啊 哪边的什么 火锅很好吃 怎么可以把它忘掉呢 对不对 等到它打折的时候 要再去好好吃一下 OK 所以我们要把它记起来 OK 现在记起来有个好处 就是怎么样 以后你碰到它 比较不害怕 因为你不可能记很久 你大概就背到考试完 十分钟就忘掉了 OK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呢 你知道 你有数学手册可以查得到 有带电磁学的人 就可以翻到第一章看 这些公式都在上面 OK 好 所以我们今天呢 好来 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我们上次讲的东西 OK 我们上次讲呢 假如说 我们有一个 一般性的 很general的 坐标系统 Q1 Q2 Q3 那这个坐标系统呢 这个地方呢 比如说在原点这边呢 它这个时候有个单位向量 Q1 在这边呢 有个单位向量 Q2 所以我们知道 Q1 Q2 Q3啊 在每一个位置上面啊 随时啊 都是在改变的 那我们经过这样子的 设定完之后呢 我们就说 OK 那要是我们这个地方呢 可以画出 好像一个小方块一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设定啊 每个小方块呢 在这边的长度 比如说这段是 DL3 反正你就看看是哪一段 比如说这段是DL1 那这个高呢 当然就是什么 DL3 OK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啊 这个DL1 DL2 DL3呢 是实际上的长度 实际上在空间当中 画出来一个长度 所以这个长度只是很小而已 所以我们给它个D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设定方式 就是说 OK 在我们这个Q1 Q2 Q3的坐标系统下面 我们呢 会有一小段长度 每一个长度呢 一定是跟你的坐标系统 一点点小变量 有关系 对不对 那最容易看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假设我们个G坐标 比如说 你原本呢 在这个位置 现在呢 你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了这个地方过来 那这一段呢 就是你所在空间当中 真正画过去的长度 假设这个地方是θ 那么你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这边是Dθ 那DL跟Dθ是什么 是坐标啊 对不对 那坐标你变动一点点 那实际上空间画过去多少呢 Depends on你这个长度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地方 这个例子 马上就告诉我们 DL跟Dθ当中啊 一定要有个长数 某一个长数 叫做H 我们知道 这边还用看 这边就是R嘛 但是在一个Geno坐标里面 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就给它H1 H2 H3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这种设定下面呢 我们很快啦 就会有所有的东西 就可以开始出来 在空间当中 要是有一个小的长度 我们上次是用A还是B 有个小的向量 变动一点点 我们是用A是吧 好吧 随便 好 我忘了是用什么东西 那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它一定会是怎么样 比如说 它的一个小变量是这样 那么它一定是什么 DL1 DQ1 理论上呢 它应该是Q1 对不对 它DL2 Q2 DL3 Q3 一定是这个样子嘛 所以你一摆进去 它就等于H1 DQ1 Q1 H2 DQ2 Q2 H3 DQ3 Q3 对不对 一定是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小段的向量 或者是你从体积上面来看 体积是什么 管理是什么样 当我这个长度都说到 很小很小很小 很小的时候 好像一个方块 纵使有点变形 你也看不出来 再缩小再缩小 你也看不出来 好像我们现在的影印的列表机 越来越细 对不对 当你画一条曲线 你看得到旁边是锯齿状了吗 你看不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把它看出是方形的 方形就长层宽层高嘛 所以呢 我们就等到H1 H2 H3 DQ1 DQ2 DQ3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上一次 教给我们大家的一些概念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 我看看 这样子好 我把这个抄在上面 抄在上面 因为我打算用一个黑板 就把它弄完了 所以它等于H1 DQ1 OK 那体积呢 就等于DL1 DL2 DL3 所以这等于H1 H2 H3 DQ1 DQ2 DQ3 OK 到目前为止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 都非常的直觉 跟我们在小学上 所学到的东西 没什么差别 只是多一个这个D而已 对不对 看起来比较复杂一点 但事实上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OK 那我们现在只是 把它apply在不同的系统上面 我们来看看 对于一个直角坐标系统 我们是X Y Z 所以我们是X Y Z 来表示它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 在这个状态下面 H1 H2 H3 比如说Q1 会是什么 Q1 就是X Q2 就是Y Q3 就代表Z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H1 所以这个时候H1 H2 H3 通通都等于1 对不对 因为呢 DX 事实上就是 DX 增上1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们从这边 马上就可以知道 所以呢 我们一个DR呢 DA呢 就会等于怎么样 它在X上面的 一点点小变量 增上X DY Y DZ Z OK 最后体积呢 一定是DX DY DZ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OK 我们请大家把它记起来 好 对一个柱坐标而已 我们发觉 柱坐标 你要描述它 在空间当中的某一个点呢 我们要描述它 我们需要什么 第一个 它跟圆 轴心的距离 所以相当于我们画下来 画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跟轴心的距离 所以呢 这个轴心的距离是Row 那么 它的任何一个小变量呢 哦 画在这边好了 这边就是D Row 对不对 另外一个呢 是它的高度啊 它这个高度是明确的高度啊 所以呢 它这个高度呢 D Z 另外一个呢 这边是 角度是Fy 所以这个地方呢 会有个什么 D Fy 所以我们用什么来描述它 Row Fy Z来描述它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看任何一个地方 小变量有什么 Row呢 假设沿着Row方向增加一小段 增加一小段 那事实上就只是增加Row的长度而已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假设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线段叫做DL1 DL1就是Row的话 那也就是说 我们把它这样看成 Q1 就是Row Q2 就是Fy 写上面一点 Q1 就是Row Q2 就是Fy Q3 就是Z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这边 变动一小段距离 DL1 事实上就等于D6 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呢 我们知道H1 等于E Z方向呢 因为它本来就是沿着Z走 往上再动一点点 那这一段的长度呢 因为在这个方向上面 Z还是沿着Z方向 所以基本上没有变动 所以H3呢 也等于E 导致在Fy上面 你Fy动一个角度 动一个角度之后 这个弧线的长呢 就类似于这样 这个弧线的长 就要半径 乘上角度差 就要半径 这个时候半径是什么 Row 乘上角度差 D5 也就是说 D5呢 会等于怎么样 也不是D5 DL2 这一段的DL2 一定是什么 半径长 Row 乘上D5 所以H2呢 会等于Row 对不对 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DAR 一个向量呢 就可以写成什么东西 Drow Row 再加上Row D5 再加上 隔壁要给 那个 我写在下面 DZ Z 对不对 那最后V呢 就等于 长成关成高嘛 对不对 Row方向的长 就是Drow Fy方向的长度 就是Row D5 Z方向的长度 是DZ 整理完之后 会变成Row Drow D5 DZ 解决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好 再来一个 我们的球坐标 OK 我们呢 这样子来看待 一个地方的 这个点 这个点呢 我们怎么来描述它 第一件事情 它距离圆形点 这个叫做R 所以呢 我们要是 沿着R方向 变动一点呢 它的方向 就是跟着R一样而已 对不对 另外一件事情呢 假设我把它垂直下来 投影下来 OK 等一下 我先把这个关掉一下 好 那么 这个时候呢 我们除了R 可以描述它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呢 就是我们的Theta 我们来听一个叫Theta 这个叫做Theta 也就是说它会这样子画下来 所以呢 你从这边画呢 好像这个地方会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曲线 对不对 你就把球从这边破开来 所以这样扫下来呢 这个是底Theta 所以呢 你会沿着Theta的方向 画下来 这边有一个 底Theta的方向 一点点的变动 所以很明显就看得到 这个Theta 假设在这边有一点点长度 比如说从零度 扫扫扫扫扫扫 扫到这边来 它就有个弧线长 这个弧线长怎么算 简单啊 半径 呈上角度的变化 对不对 就是了嘛 好 除此之外呢 这个地方是我们定义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File 所以明显这边呢 会有一个File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从这边绕过去 绕到这边 绕到这边 好像另外一条弧线下来 也就是说 我们会沿着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相对于它 这边就叫File 那这边就变动 一点点小File 所以这个弧线的长度 一定是半径 乘上角度嘛 这个时候半径 等于什么 这个时候半径 是指这个点呢 在XY平面上面的 这条线 这个才叫做半径 这半径 刚好是这个半径 乘上Sine Theta 因为这边是 要垂直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很快你就知道 假设我将Q1 定义为R Q2定义为Theta Q3定义为File 那我们就知道 R上面呢 变动一点点 那还是R 所以这个这样的长度 就是抵R 所以H1呢 等于1 那Theta呢 这边 你少一点点 少一点点的时候 你发现你少出来 不是一条直线 是一条弧线 所以这条弧线的长度 一定是怎么样 Defi的 再乘上 长度差 所以一定是R 再乘上Defi的 所以H2呢 就等于R 第三个 File脚变动一点 一定是这个半径 这个特殊的半径 乘上Defi 所以这个半径 刚刚是R Sine Theta 对不对 非常简单 所以呢 我们一个向量呢 一定是等于什么 DR R 再加上R 抱歉 没有错 R Defi 再加上R Sine Theta Defi 对 这边要Theta 这边要Fi 对不对 那体积呢 体积有三个相乘 第一个 DR的长度 长乘宽 Theta 就是R Defi RDefi Fi 这边的长度 这个长度 就是这个半径 乘上Fi的角度变化 R Sine Theta Defi 所以你就得到R 平方Sine Theta DR Defi Defi 对不对 解决 我们将几个重要的 对应关系 通通把它弄出来 所以上次呢 我们又讲了 我们就开始来讲了 好 那在这种状态下面的时候呢 我们的第一个 Gradient 要等于什么东西 Gradient 要等于什么东西 对不对 Gradient呢 它作用了呢 是在一个什么样东西 是在一个存量的函数上面 它一定是个函数 要是长数 你微分管理 怎么样弄都是零 对不对 它是个函数 所以呢 在XYZ上面呢 它就会变得很简单 它就是怎么样 它的概念就是说 我沿着Q1的方向 我沿着Q2的方向 我沿着Q3的方向 去看它的斜率 斜率是什么意思 斜率就是高 除以 横坐标的一段距离 对不对 只是我们现在讲了 横坐标 就看看你是哪个系统的 哪一个坐标 OK 所以呢 一定是怎么样 函数的本身 对 沿着Q1坐标 走一段距离的 的微分 或者是F 对着第二个坐标 走一段距离的微分 或者是F 对第三个坐标 走一段的微分 那你知道 DL1就等H1 DQ1 所以呢 这个很容易啊 马上就可以进化成H1 Pasal Q1 对不对 好 有了这个Genal之后呢 我们下面三个状况 通通通都可以写下来 好 那我们三个状况呢 第一个 对XYZ而言呢 H1 H2 H3 通通都等于1 所以呢 它会等于怎么样 Pasal F Pasal X Pasal F Pasal Y Pasal F Pasal Z XYZ坐标 再来一个呢 对柱坐标而言 只有φ上面 H2不等于1而已 所以是Pasal F Pasal Rho Rho分之一 Pasal F Pasal Phi Pasal F Pasal Z Z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上面 这个是直角坐标 这个是圆柱坐标 OK 我们用画图的方式 比较快 那这个呢 一样啊 很简单啊 它H2是等于R H3等于R SineZ 所以它会等于Pasal F Pasal R 加上 R分之一 Pasal F Pasal Theta 再加上 R Sine Theta分之一 Pasal F Pasal Phi 的Phi 这是我们圆球坐标 我们就将这个gradient呢 把它算出来了 来 看起来很简单嘛 对不对 好 那你们会运用这个 会四处都在运用 我刚刚进来已经看到 你们上面已经开始在算一些东西了 对不对 那很快你后面啊 就会用很多 尤其你们第三章啊 就会开始进入一个叫做平微分方程啊 好 所以我们呢 Ordinary的微分方程速度要加快一点 你们才听得懂 你们在干嘛 好 然后我们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上次还多算了一个 怎么样 Divergence 散度 也就是我们将这个del呢 对这个向量呢 当作做个dot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 它相当于是计算一个什么样 单位体积往外流出去的量 相当于这个意思 散度就是散掉的感觉嘛 散掉你不是 假设一个东西呢 往外 比如说一个一个一个水 这样冲出去 然后越来越越扩大 或者一个电子树打出去 电子树打出去不会平行嘛 因为电子是带负电 对不对 它就越来越越扩散 请问一下 散掉的 有多快呢 就像一座山 到底是多抖呢 那就要看看它的抖度 梯度了 对不对 那散掉的成果就是类似于什么 往外流过去的通量 OK 这样计算完之后 我们上次就得到一个 很重要的试子 对不对 我们得到什么 我把它写在这边 这好像不够长 来来来 往左边一点点 OK 好 汤位等于什么 H1乘上H2乘H3 里面呢 是partial partial Q1 第一个是这样子 B1 H2 H3 这样子好了 我不要这样子写 这样子写太长了 我三项怎么写得完 我把它写成三面形好了 Iden 1到3 这看起来比较简单 对不对 你不要看到这个就又吓死了 只是三项而已 OK 那你看看 反正是向量嘛 跟这个 这个行为好像向量 所以倒得起来一定是存量 所以这边一定是存量 OK 它会等于怎么样 partial partial QI QI里面呢 第一个是B 你这边要是I 它就是I OK 然后后面是什么 然后后面是什么 Z H K 但是这样看不出来 什么叫J 什么叫K 我没有定义J跟K 那IJK要吻合右手定则 I是1 I是1 那就是2跟3 I是2 那就是3跟2 反正1 2 3循环 I是3 那就是1跟2 简单的 你就是这样子写 I J K OK 等于1 2 3 的坐标 所以当I是1的时候 后面的J就代表是2 K就代表是3 但是呢 I要是2的时候呢 你就把这整个啦 转一下 转过来 2就转到这边 你看1 2 3是不是 右手边旋转 所以当我把2 转来这边的时候 那这个一定是1嘛 因为1 2 3还是要循环 所以呢 当I是2的时候呢 J就变3 K就变1 OK 你就用这样子的循环下去 就把它解决了 所以这样一来呢 一计算 那就很简单了 第一个 对一个直角坐标系统呢 H1 H2 H3 通通等于1 所以就等于1了 那后面 那1乘1 那就相当于不要看它了嘛 那只有最简单的 这样子的计算 所以它等于什么 Partial B X Partial X Partial B Y Partial Y Partial B Z Partial Z 就是这样子 还有呢 这个是XYZ 坐标 对不对 直角坐标系统 柱坐标系统呢 前面大家都一样 这三个相乘 就是肉分之一 那第一项呢 假设是肉 后面就是 Phi跟 Z 它只有 2的这个 是肉 对不对 Phi的 2的这个是肉 所以那这是什么 B B肉 这是B5 H5 就是H2 它是肉 对不对 然后这个又是1 所以呢 你会前面会得到一个怎么样 肉分之一 然后 第一项 后面呢 是Partial Partial 肉 第一个是肉 B 肉 这个不变 后面这个是肉 乘上来 再加上第二项 Partial Partial 5 它是B5 这个永远不变 B5后面之后就是3跟1 3跟1都是1 所以看不到 就变成这样子 再加上Partial Partial Z Z是什么东西 Z是H3 Z是3 所以是1跟2 这个又是跑出2出来了 所以是BZ 乘上肉 对不对 这个就是铸坐标的 假设你仔细看的话 这个只对Z微分啊 肉对它有点是常数 所以这个肉 一定跟前面这个肉削掉 一定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对不对 反正这个式子 我就先不简化了 先微生这样子 好 那铸坐标的怎么办 这个长度不太够 我就写在这边好了 好不好 写在这边 H1 H2 H3 哇 它复杂多了 它是R平方SineT的 所以你会得到个R平方 SineT的 然后里面就 第一个 Partial Partial R Partial Partial R的时候 它是BR H2 H3 R R SineT的 就在乘上R平方SineT的 再加上 Partial Partial Phi B-Phi B-Phi的时候 是指第二 B-Phi的 抱歉 第二项是C OK C-D 所以C-D的话 那后面就是 3跟1 就是R-SineC-D 再加上 Partial Partial Phi 这边一定是B-Phi 里面是什么东西 它是3 1跟2 就是R 所以你又可以 更进一步把它简化 总之 管它是什么 三个桌标系统 通通都可以解得出来 OK 这个是铸桌标的 这个是球桌标的 OK 今天呢 要跟各位介绍 第三个 第三个称之为什么呀 旋渡 旋转的旋是不是 旋渡 就像一个东西在旋转 好像洗衣机里的东西在旋转 到底转的厉害不厉害 旋渡大还是小 对不对 好像个龙卷风 上面是大大的 然后下面很窄 那你告诉我哪边转的比较快 上面快呢 还是下面快 对不对 你就用旋渡去描述它 那你怎么去描述它呢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的做法 就要这样子来看待它 好 我们在这个空间当中 先把 假设这边是圆点 OK 我们将它的这个坐标 大致上先讲 假设这是Q1 这是Q2 这是Q3 OK 你不喜欢画成直的 也没有关系 随你变 OK 我现在呢 这样子画直是要告诉你 有个空间而已 然后这上面呢 我们有几段路啊 是它在旋转的 假设呢 现在它旋转的呢 是在Q2跟Q3的这个面上面 OK Q2跟Q3的这个面上面 我们常常要描述个面 我们怎么描述它 我们都用右手定则 对不对 假设这个面贴在这边 它外围是这样子跑 这样画一个 这个面就朝向这边了 假设它是逆向跑 顺时钟跑 这个面的方向就朝下 也就是方向刚好跟面垂直 所以呢 假设我们讲 有个面是沿着Q1的方向 那它一定在Q2跟Q3的平面上面 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先看这件事情 OK 所以先看这件事情的话 就是我们先看 Curve B 只看一个分量 在第一个方向上面的分量 OK 好 那我们就在这边 画出一个路径出来 OK 你一看起来 它就好像逆时钟旋转 对不对 那这样子画起来 根据右手定则 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OK 所以说起来 自然界也真的很好玩 我们都用右手定则 我们有没有用过左手定则 很少嘛 对不对 除非镜像的里面 在镜子的里面 那为什么自然界都右手 而不是左手 那为什么不是两个都有呢 OK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了解 为什么 OK 我们真的是不了解 那就好像说 我们说宇宙大爆炸之后呢 从很高的能量产生物质 那应该有正物质跟反物质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你的女朋友不是反物质呢 你说轻轻看 两个人会不会湮灭消失 对不对 变成一团火花 你看爱情多么盛大 你看看 多么令人激赏 你当然不会乱事了 但是你也知道 大家都是物质 那为什么物质比反物质多 为什么 不知道 OK 我们读科学的人发觉 我们知道的东西可真是少 可真是少 所以这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聊聊天下没关系 我要是把这个丢掉 它会怎么样 掉下去对不对 OK 我再丢一次 它又会怎么样 掉下去 为什么 因为有 有什么 有引力 谁发现了 牛顿 对不对 好 所以它没有被 被打死 对不对 所以它想到这件事情 但是问题是 它提出的万有引力 定律还是定理 定律 对不对 你们有写过定律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定理 定律 有没有在证明的 有没有在证明 没有 这个有没有在证明 有 这个是由这个来证明 但它说是万有引力 定律 所以你要是学到了 普务之后 很简单 两个有质量东西会相吸 所以理论上 我们要在太空里面 我们整班也不会散掉 因为我们都有质量会吸成一一一坨肉球 对不对 好 除非你去推别人 对不对 OK 但是我们要问一件事情 为什么有质量就会相吸 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有质量就会相吸 现在说 因为我有质量 我旁边空间就扭曲 所以就好像掉进来一样 那我也可以问 那谁规定有质量 旁边空间就会扭曲 有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 没有 好 那什么叫做质量 有没有人告诉你 什么叫质量 但是你接受起来 一点困难都没 对不对 所以常常有很多同学 他会说 我要是不理解 我就是不能接受 你理解了什么叫质量吗 你接受它有困难吗 没有啊 你会不会说 我今天吃不下这个便当 因为我不晓得它怎么种 我不晓得它用什么肥料 所以我吃不下去 对不对 最后饿死而已 我不敢呼吸 因为我不晓得这里面 有没有人放出特别的气体 OK 它的成分是什么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有好多好多东西 不了解 好 你看欧洲花的 本来好久以前 在我当学生的时候呢 美国本来就要去做一个 大型的碰撞器 那个时候预估啊 大概只要300亿美金 就可以做 起码可以解决一件事情 什么叫做质量 从哪边来的 对不对 最后那个雷根拿去打心脏 做心脏武器 所以就没有做 一直到 之前16个国家 大家出钱 才在欧洲盖个碰撞机 第一件事情要解决 就是什么叫做质量 你说这么简单的问题 还要花300多亿美金 开玩笑 你知道那可以买多少泡面吗 就这样浪费掉 真是可惜啊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我们很多东西不了解 你们在普通物理算的时候 都有用到一个 你记不记得 牛顿力学 一块钱列出来 结果发觉 你位置数超过一块钱 你不能解 这个时候需要什么东西 引进来 第一个就是动量守恨 动量守恨是在一个独立系统里面 对不对 才有动量守恨 对不对 然后最后 然后你还会用另外一个 叫做什么 能量守恨 对不对 谁规定能量一定要守恨 他有没有证明给你看能量守恨 有没有 不然你怎么相信他 没有人能够证明能量守恨 所以讲起来一大堆 我们物理里面太多东西 我们搞不清楚了 OK 但是我们接受起来一点困难都没 因为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下 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不了解 我们了解只有一点点 这一点点叫做现象 这个现象的本身呢 可能有很多含义 我们都还不了解 OK 慢慢来 所以呢 读物理很好玩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懂很多东西 但事实上我们又不太懂 OK 不信你们现在去修普化 普化被当掉了 有没有 应该一堆人嘛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你去修普化的时候 你们现在还没有修近代物理 对不对 OK 下学期会修近代物理 修完近代物理 你再去修普化一下看看 你说他讲的老半天 全部都在讲近代物理 有差别吗 你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 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讲法不一样而已 你说这个实在是有个骗人 挂羊头卖狗肉 但问题是你修完近物之后 你才发觉普化都在讲近物 但是普化也会讲到很多东西 复杂到啊 你根本就解不出来的 解不出来就靠经验 对不对 有的活性强 有的活性弱 你说可不可以解解看 可以啦 对不对 但是你没有那个直觉啊 他们的活性就可以带给你直觉 你就学起来就很快啊 所以以前呢 刚开始学普化的时候 痛苦的妖命啊 有的时候未必是普化痛苦 只是你很不爽这个老师而已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就不想去上课啊 不想干嘛的 OK 那最后面自己刷掉 但事实上它很简单啊 它只是近代物理而已啊 OK 所以呢 你们要是没有 要重修普化的人 今年没修了 明年一定要修 因为你们修完近代物理 再过去上的时候 你发觉 实在是没什么好上 这种东西还要它上 你自己看速度还比较快了 对不对 唯一困难点就是要背英文而已 这么多英文单字 周期表英文背起来的没有 只会背清理那假如设法 开始用英文背 清是什么 背起 我跟妳讲 我到美国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背周期表 我发觉啊 你讲H没有人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啊 你要讲海球群他们才知道 所以我到美国第一件事情就是背周期表 花了我两个礼拜时间 OK 能背的要统统把它背起来 好来 我们把这个路径呢 这个叫做A 这个叫做B 这个叫做C 这个叫做D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啊 我也先告诉你 我先不证明 反正电磁学会教你们 它呢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我把这个B呢 对着 路径啊 积分 其实我路径本身是个向量 在这边 然后呢 我要除以 它的面积 然后再把面积啊 趋近一道理 这个就叫做我的旋度 为什么呢 反正里面电磁学会教 好 那在的 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怎么来做 那当然很简单啊 这面积还用算吗 面积就长层宽嘛 对不对 你要知道这一段 知道这一段 乘起来就是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那么这两个相乘呢 就比较复杂一点 为什么呢 乘起来好像很简单 已经是各个分量相乘之后 相加嘛 对不对 但问题是 你要知道这个分量 在这个位置上面的行为 所以相当于说 我们B啊 假设是在中间 假设是在 B在什么地方 我看看 OK B要是 就在这边 B怎么画 随便啊 B就是这样子好 假设我这样子画下 OK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要怎么做 路径 B dot DL 这个要先解决嘛 最后再把它 加起来就是了 对不对 好 第一个 A路径 A路径 我们怎么来做这个 当然你要知道 B 沿着 你看它这个是A嘛 对不对 A的话 它是 也就是说 A呢 它 我会画这样子 就代表说 这条路径 其实是沿着Q2的方向下来 Q2的坐标 可能是 这个样子 Q2的坐标 那这个是C3的坐标 这个是Q3的坐标 所以这是B呢 在3上面的分量 对不对 所以它应该是B3 在乘上 这一段距离 这一段距离不就是L3吗 H3 乘上DQ3 但问题是我刚刚画的B 是朝这样子啊 对不对 这样子的分量 应该也还好吧 对 它是朝正Q3的方向射 它的分量朝正Q3方向射进去 但是我的路径却是逆向进来的 所以刚好插一个符号 来 这个没有问题吧 好 那我们再算B B就比较简单 因为它只是回去 也是沿着Q3 但问题是 现在的B3啊 是在原点的这个位置 你要把它移到这个地方的位置来 要把它移过来 这是不是像我们上一次讲的一样 我要移过去 是不是我的B3 要加上它位移这段的变量 对不对 位移这段的变量 那我B3是怎么变的 B3 出于位移的一段变量 现在位移是沿着谁位移 Q2在改变 抱歉 没有没有没有 这边是Q2 在乘上 抵Q2嘛 对不对 这就很简单 我们上次讲的啊 记不记得 我们上次说 假设有条曲线是这样子 X Y 假设你原来的位置在这边 X3好了 这个叫做Y3 OK 然后呢 你沿着这一段啊 比如说X3呢 跑到这边来 这当中这一段呢 叫做DX 好了 那你跑过来的话 这个是不是X3再加上DX 那请问一下 这个高度会是什么 这还不简单 高度就是那一段 再加上这一段嘛 是不是Y就要等于Y3 再加上这一段 这一段是什么 假设这个很小很小 是不是这个斜率 乘上位移量就对了 斜率 乘上位移量 DX 那斜率是什么 斜率就是这个 equation本身的微分啊 对谁微分 当然是对X微分啊 不然还有什么好玩的 所以现在我们讨论的是 B3这个量 它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要位移到 这个地方过来 那一定是本身的量 再加上变化量 变化量就是B3 沿着Q2上面的变化 这就是斜率 再乘上Q2上的变化量 你就得到它 透透的变化量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H3呢 也要H3指的是 这个地方的H3啊 到这边也要有 同样的变化 那一样化糊了嘛 All right 最后成为DQ3 就好了嘛 要不要加负号 不用了 因为这段路径 我刚刚定义的方式 是朝上 是朝Q3 那我要是B这样子的话 它沿着3上面的分量 就是朝正的方向 所以就是正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 好 C C是什么 是沿着Q2在变的 所以B在Q2上的分量 就叫B2 它刚好又是朝正向走 所以根本就是正的 那当然是H2 DQ2 对不对 D呢 D又来一次了 我们B2是指这个地方 现在你要计算 上面的这边的B2 是不是它要沿着Q3的方向 位移一段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是B2 原来的地方 再加上改变量 改变量就是斜率 就是B2 现在斜率是 你沿着哪边跑了 哪个方向的斜率呢 3有很多个方向 往哪个方向斜率 往着Q3方向的斜率 在抵Q3 对不对 但问题是 我们的B2呢 B呢在Q2方向的 投影量是指向正向 这个却逆向 所以一定要加个负号 那同样 那同样H2呢 也是同样的 要把它变过去 Q3 DQ3 最后 乘上DQ2 这样子呢 我们把三个做完了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是否就可以把这个做出来 第一个分量 把它加起来 加起来的结果 整理完了 我整理快一点 好不好 把该消的通通消掉 之后会变成这样 OK 你要是不信邪 你就把三个通通加起来 OK 加起来之后 你就可以得得到 你要得到的东西 OK 好 那这个一看呢 这个很好玩 你看看 这个是三 然后对着二微分 减掉 二 对着三微分 这一看啊 就知道 这一定是什么 跟向量cross的状态一模一样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 要是 要是有个向量 A cross B 的 X 上面会是什么 会是什么 我们的技巧是说 写AX AY AZ AX BX BY BZ BX 这个 矩阵算出来 就是X上面 这个矩阵算出来 就是Y上面 这矩阵算出来 就是Z上面 所以呢 X上面的分量会是 AY乘上AZ 乘上BZ 减掉 AZ 乘上BY 是不是 刚刚这两个颠倒啊 所以假设A是微分 减掉 这个也是微分 诶 这个跟这个是不是长得很像 这边Y叫做2 partial partial Q2 BZ叫做B3 减掉 Z呢 叫做Q3 BY叫做B2 你告诉我 这个跟上面长起来 是不是一模一样 只是 它后面还会乘上H 假设我把B再乘上一个 叫做H的东西 那是不是HZ HY 好像这样子呢 那是不是就出来了 所以呢 这个马上就告诉我们 其实它完全遵守一般的相应的方式 最后就把它扇出来 这个就是旋渡 在一般坐标系统里面的表示式 好啦 你一旦有了这个之后 XYZ坐标系统表示式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弄出来了 对不对 好 那就变得很简单了 XYZ呢 我们又回到这边来了 OK 这边的数据又可以用了 我们这边有 XYZ坐标 有助坐标 有球坐标 它把它对应系统都告诉你了 所以那就很简单 H1 H2 H3在XYZ坐标呢 分别通通等于1 所以相乘起来就是1 1分之1就是1了 所以就等于没有了 所以这边会等于X Y Z 这第一个 因为H1 H2 H3等于1嘛 Q1就是X Q2就是Y Q3就是Z 所以下面会有Partial Partial X Partial Partial Y Partial Partial Z 那下面就等于X 那BX BY BZ 好了 算出来啊 这个就是 我们这脚坐标系统的 旋度 这个跟大家所学过的 一模一样 对不对 只是符号稍微变一下 好 那么在 柱坐标的时候怎么办呢 柱坐标 H2是等于什么 对照一下 是不是Row 镜头 转动观量等于多少 M 乘上 A平方 很明显 我这么多质量分布在 R比较小的地方 所以我真正的转动观量 一定要比刚刚那个假设呢 来的小 二分之一 思想 答案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嘛 所以你发觉 讲到这些啊 简单到几乎是直觉的反应动作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很简单的讲到这边 我们下一堂课 我们就开始 我们来上课 OK 好 H3是E 所以没有啦 B3就是BZ 解决了 这个就是柱坐标的 旋度表示式 那柱坐标呢 一样画葫芦 求坐标会等于什么 H1 H2 H3 就等于R 平方 Sine Theta 对不对 H1等于1 H2等于R H3等于R Sine Theta 里面呢 H1是等于1 所以partial partial R 这是R 单位相量 H2呢 等于R 然后这个是 Theta H3等于R Sine Theta Fight 第一个是partial partialR partial partial Theta partial partialFight 那这个会是什么 H1 是等于1 这个是BR H2 是等于R B5 H3 是等于什么 R R Sine Theta B 抱歉 抱歉 这是Theta 这个才是Fight 这个是求坐标的 解决了 有没有问题 好 最后一个呢 我们就不用算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从这边一样画户路啊 迭代就把它带出来了 好 最后一个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称之为Laplace F 它指的意思是 你先对F做一个gradient 然后呢 再对它做一个divergence 这个叫Laplace OK 现在Laplace对你们还不重要 因为很快它就会变得很重要 再下去它就变得比你的梦魇 OK 以后听到Laplace就全身发抖 OK 所以呢 你必须要了解它的形式是什么 所以这个很简单 它就是这个嘛 然后呢 再把这个当作B 所以这个是B1 这是B2 这是B3 或者F1 F2 F3 然后再把它丢来这边 你就可以整个把它算完了 所以呢 这个只是个迭代而已啊 我们将迭代之后的结果写在这边 因为我有整个黑板 所以我就可以全部把它写完 所以我就可以全部把它写完 看起来有够长了 对不对 反正你们很快就会适应了 OK 以后呢你们在计算过程当中写方程式 每个方程式都蛮长的 最后答案写出来之后好几行 甚至于一整页都是答案 所以这个很有可能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记住 你在操作过程当中有没有操错 符号有没有用错 比如说这个肉呢写得很难看的时候 还以为是α或者以为是2 这下子钻到最后已经搞不清楚 它是什么东西了 所以大家要很注意 这个看起来也很好记啊 各位你看看 H1 H2 H3分之一 事实上就是这个 里面呢 第一个对Q1微分 第二个是对Q2微分 第三个对Q3微分 微分的里面是什么呢 假设是对Q1的 里面的F就是对Q1微分 而且前面的系数向下面一定是H1 其他两个把它丢在上面 H2 H3 所以第二项微分的时候 里面F也是对Q2微分 分母也是H2 那另外两个呢 就H1 H3把它丢在上面 第三项对Q3微分 所以F就是对Q3微分 前面的系数分母就是H3 把其他两个H1 H2丢在上面 这个就是它的结果了 然后我们将三个系统的写出来 第一个最简单的 OK这个是直角坐标系统 这没有什么需要记的 第二个呢 这是注作标系统 我们发觉前面啊 它是肉分之一 因为H1 H2 H3啊 它只有H2是肉 所以当然是肉分之一啊 里面第一个先对肉微分 所以F一定是对肉 对不对 然后这边算起来呢 只有H2是肉 所以肉就当然就放在这边 后面呢 这边是对φ微分 这边也是对φ外分分 前面是什么东西 前面只有H2是肉啊 肉跟φ又没关系 对不对 所以对我φ微分的时候 偏微分的时候 相当于没看到φ 那个肉 肉可以提出来 提出来就跟前面的肉相成 就变成肉平方分之一 后面这个呢 Z Z 这里面呢 只有H2是肉 所以呢 你对Z偏微分的时候 没有看到肉 肉可以当常数提出来 所以你得到的是 F对Z的两次方微分 提出来的肉 跟前面的肉分之一相处 互相抵消掉之后 就变成这样 好 最后一个 球坐标系统 这是球坐标系的 好 注意一下 第一项看起来很像 这边是肉 这边变成R而已 只是肉分之一变成R平方分之一 肉变成R平方 你算算看 它就是这样子 这个地方比较复杂 注意哦 这两项下面都有R跟sinF 这是R平方乘上sinF 这是R平方乘上sinF OK 后面呢 是对φ的两次方微分 里面是对φ的一次 θ一次方微分 再微分一次 中间要乘上一个上 比较复杂一点 OK 这三个 好 这样子一来呢 各位对这整个东西呢 就会开始有一点了解了 OK 开始有一点了解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要更进一步了 来跟大家讲几件事情 我们平常在计算一些东西的时候 不管是普务 理论力学 微积分都牵涉到很多积分 其实很多东西在积分上面 几乎都被它打败了 OK 也就是积分呢 你很难抓到 怎么样去积它 所以今天呢 我想用一点点时间呢 举几个例子 来让大家了解 我们怎么运作这个积分 OK 虽然说这个是微积分的初阶 但是呢 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免得我们待会儿下去的时候 我们下一堂课 礼拜三开始就正式讲ODE了 那各位可能会有一点点障碍 OK 我问一下 一点之后还有课吗 两点之后还有课吗 什么课 啊 军训 OK 所以我们可以上到两点十分 军训在哪边上 在哪边上 体育馆啊 体育馆啊 为什么在体育馆 就是让你们玩的嘛 是不是 还是干嘛 要 要 要 OK 好 所以呢 我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我将这个擦掉 我想大家都操好了 将这个擦掉 因为时间有限 我是举 现在脑袋里面跑出两个简单的题目 我们就只做两个就好 OK 好 我们做个最简单的 我们来计算它的转动惯量 我们说转动惯量啊 是你质量乘上 它到转轴距离的平方 这是转动惯量 对不对 好 请问一下 我们有一根柱子 质量是M 长度是L 它绕着这个转轴 在这边旋转 请问一下转动惯量得给多少 很简单嘛 对不对 好 要做那个之前呢 我们先在这边做个很简单的equation 写出来大家就了解了 我们把一个东西F 假设F of X 对它积分 是什么意思 从AG到B XAG到XB 是什么意思 指的是说 我们有个函数 F of X 然后呢 我们从A的地方 要积到XB的地方 我们怎么积它 它的算法就很简单 简而言之 它就是在算面积的意思 就对了 面积怎么算 假设你要算这个面积 你怎么算 最简单的 就把它切成一块一块一块 很好算的 然后把它夹起来 八九不离死嘛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我们的做法就是怎么样 好 就把它切了 我跟你讲 物理的人呢 最喜欢拆东西 比如说我就把它切成这几块 你看看 多好看啊 对不对 每一块呢 都有个很小很小的宽度 然后这个高度呢 就看看它的位置嘛 每个位置的高度不一样 但是有个很小的宽度 所以呢 相当你将F XI 在这个某一个位置上面的I 乘上 这个时候宽度 反正我就是切一样 然后呢 我给它写过去一点 然后我把它加起来 你切几块就加几块 但是这样做呢 你要切很大块 那误差度很大 切很小块 误差度比较小 切到无穷小的时候呢 误差度你感受不到了 那就代表相同了 切的无穷小是什么意思 是谁无穷小 高无穷小还是宽无穷小 快目穷小 所以我们就limit ΔX去几一点 这个就是积分 你说这个还用我讲吗 这个N年前就知道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现在开始来算这个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要用到这个概念 这个指的是个单指点 有一个指点 在这边绕 它的转动观量是MR平方 但是这个指点却是连续的 那很抱歉 我不晓得怎么算 就跟那个面积 我不晓得怎么算一样 反正不晓得怎么算 就把它给拆了 对不对 这一系不小时怎么回事 就把它怎么样 拆了 怎么装回去再讲 OK 了不起被当掉而已 对不对 OK 那我们的做法就是很简单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切下一块一块算 然后最后通通加起来 就是它的转动观量 可以吧 比如说我把这一块 切下来 我假设呢 这边叫做X 那这段的宽度 就是DX 那就是DeltaX 对不对 那它距离轴心的距离呢 假设DeltaX很小 你说到底是左边距离轴心的距离 还是右边距离轴心的距离 反正又分不出来 我把这个叫做X 那我可不可以 就把它当做怎么样 这块的质量是多少 很小的质量 很小块嘛 所以我只要把很小块的质量 乘上距离的平方 那我不是N块吗 假设大家都切一样 然后把它夹起来 最后让质量趋近无穷小 这个是不是就是积分了 这样是不是就是I 偷偷的I 对不对 那马上它就变成什么样 不就变成这样子 对不对 这个不是大家很熟吗 我只是把它切了而已啊 记住我们什么都把它切了 只要不把老师给切了就好了 让我维持整块的 但是问题是 现在开始了 这个是DM 这是X平方 我能不能说 这两个不一样 X平方提出来 对DM直接积分 不行 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假设这个质量是均匀分布的 它有个叫做线密度 你可以规定这个叫线密度 因为它密度不变嘛 密度是常数 不是常数就麻烦了 对不对 它是等于质量 除以总长度 那这块的质量是什么 是不是等于线密度 乘上长度嘛 对不对 那是不是就跟这个DeltaX扯上关系了 那这边是不是变成Lambda 我直接写下来 很棒吧 对不对 但紧接着你怎么切 这还用讲吗 这还要说我怎么切 我一块一块切啦 我是从很靠近零的地方开始切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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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这边 就不能再切了嘛 再切过去 也没东西让你切了 所以你X的变化 从这边切的时候 告诉我 它距离轴心多远 零嘛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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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切到了这一段的时候 它距离轴心多远 L嘛 所以积分是零到L 会不会算 答案马上就算出来了 对不对 Lambda 三分之一 X三次方 0L M除以L Lamda等M除以L 三分之一 L的三次方 变成三分之一的 ML的平方 对不对 一下就算出来了 算出来不要太高兴 你怎么算一定有答案 对不对 机器打开来就一定有读数 你怎么知道你读的对呢 我们看看对不对 假设所有的质量都集中在这边 好像有个距离是L的 大M在这边 那一定是M乘上L平方 就是它的转动关量 但是因为质量分布在里面 有的转动关量没那么大 整个加起来 一定要比一个质量集中在这边 还要小 你不要算算比它大 那你很伟大 对不对 就一看 果真比它小 因为是三分之一 答案对不对 比较有自信一点 对不对 这样子就可以了 很简单吧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算另外一个 我们先算转动关量 然后呢 下次有机会 我们来算 算电位 OK 一个一个把它解决掉 好 这个大家都会了嘛 对不对 好 现在呢 做个很简单 我们做个 那个片状 OK 片状就要牵制到面积一分 好 我们现在呢 反正不用这些了 擦掉 好 我们有一片东西 做简单一点 它绕着这个 旋转 这一片的质量是大M 半径呢 是A 请问一下 转动关量等于多少 你说这还不简单 一个小质点 的转动关量 I等于MR平方 这个质点是连续的 我怎么办 我就把它切成 很多个小块 每一个算完之后 把它加起来 不就是它的答案了吗 对不对 现在你怎么切 这一看呢 它是圆的 我就用极坐标方式来切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极坐标是什么 R跟C打 R是什么 沿着半径 C打呢 旋转的 那就很简单嘛 沿着半径 我选一个半径 然后切一圈 选个半径 然后切一圈 再选一个半径 再切一圈 假设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干嘛切那么大圈 我可以切一 从一个角度切到另外一个角度啊 那我是不是就跑出一块出来 假设这块很小 很小 很小 这块不就是我的目标了吗 对不对 好 那这块呢 它有个小质量 这块呢 距离 轴心的距离 因为它很小嘛 你不要告诉我说 这一边距离它的距离 还是这一边距离它的距离 我跟你讲都一样了 因为这个太小了 小到跟这个距离比起来几乎等于零 所以呢 我把这边叫做R 那它的距离是不是R 所以呢 根据我这边呢 我的做法就是Delta M 乘上R的平方 然后把每一块通通加起来 你有很多块嘛 对不对 每一块给它的编号叫做I好了 我就把它加起来 然后最后面呢 我让怎么样 质量趋近于无穷小 就好了 看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但事实上呢 好像还没有那么简单 为什么 我们这边有个经验 我们要把这个质量 跟这个位置扯上一点关系 这样子呢 我们放到积分里面了 才有办法运作 那怎么把它扯上关系呢 这边扯上关系的技巧是说 假设质量均匀分布 我就有个线密度 我从密度找手 对不对 我这个质量呢 我就把它当做一个密度乘上 长度 那在面里面 是不是密度乘上面积 好 所以DM呢 我就可以写成怎么样 密度 这边密度呢 写成Sigma 乘上个小面积 好 密度是什么 质量除以总面积 面积就是πR πA平方 因为总半径是A 那面积是什么 面积是长成宽嘛 对不对 小学三年级之前就知道了 长是这一段 假设这边是R 那这一段是什么 DR 假设这个地方是FID 告诉我这一段是什么 是不是半径 R乘上D FID 对不对 那它就是R DFID 那面积不就这两个相乘吗 那闭上眼睛看都知道 对不对 马上它就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要复杂一点点 所以呢 Limit就要有两个了 Delta R 曲经营力 Delta FID 曲经营力 对不对 那是不是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积分 其实是双重积分的 R 一 二 R平方再乘上R 就变成R的几次方 这边要乘上一个Sigma 对不对 因为这边有Sigma 所以它要Sigma R平方乘上R 就R的三次方乘上Sigma DR DF 非常直觉的 OK 连思考都不用思考 就可以写出这个式子 那现在剩下的是什么 Sigma是常数 所以可以把它提到前面去 假设不是常数就不行 好 那你怎么积 上下线是什么 我们刚刚怎么处理上下线 我们就是切 对不对 那我可以切 比如说这一块 我怎么切 我从非常靠近圆心点的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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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外面来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所以非常靠近圆心的时候 距离是多少 0 切到最外围距离多少 A 哇你们都太棒了 你们很厉害 所以考试分数可能都很高 会突破100分 然后再来一个 我们刚刚是这样子切 但我们也可以沿着圆的 绕一圈回来 对不对 那最靠近X走这边开始切 角度是多少 0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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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一圈回来 到这 他的左边很旁边 靠近他的角度多少 2π OK 所以Sigma是常数提出来 里面呢 R平方的积分 R三次方的积分 只有DR有作用 Defit啊 你对谁积啊 分两次吧 对不对 所以Sigma是M除以πR平方 我先写出来 第一个 几分 四分之 R的四次方 四次方 然后带进来 上下线带进来 A的四次方 结果你发觉一件事 A跟φ有关系吗 A是什么 半径呢 半径会变吗 不会啊 常数整个提出来 这一提出来的时候 就变成A 这边是A平方 因为半径是A A平方跟A四次方杀掉 对不对 就变成M除以4πA平方 然后0到2πDefit 当然分解动作要做慢一点 对不对 那这边是不是等于M除以4πA平方 乘上2π Right 这点二分之一的MA平方 是不是算出来了 记住 没有问题 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要 做的对象啊 把它切成很小块 记住哦 不管是电磁学 不管是理念力学 不管是什么的 我们都把它切成很小块 你只要知道它很小块 你就知道怎么做 剩下只是把它拼起来而已 拼的时候要很有耐心 OK 有些时候老是写很快 一个D什么的 然后所以total就是积分加起来 哇 这样看不懂 OK 但是你不要紧张 那一点都没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做这件事情而已 OK 所以这样子做起来好像很好 然后最后一次做判断 假设所有的质量集中在 镜头 转动观量等于多 M 乘上A平方 很明显 我这么多质量分布在 R比较小的地方 所以我真正的转动观量 一定要比刚刚那个假设来的小 二分之一 是小 答案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嘛 所以你发觉 讲到这些 简单到 几乎是直觉的反应动作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很简单的讲到这边 我们 感谢观看